练习题其实网络上还蛮多这种像开放资料 像现在政府都全世界政府都在大量的开放开放资料 而且像台湾比如说像十价登陆好了 比如说你要了解房价到底这几年跌了多惨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十价登陆就知道了 理论上应该还会跌了满满跌的一段时间了 但这个无法估量 不过看到那个日本的案例 日本大概就跌到只剩三分之一而已 不过台湾会不会像那样也没有人敢保证 只是说感觉好像台湾的很多地方 其实跟日本还有点接近 所以以那个日本的那个来看的话 是有有有那种可能性 不过现在好像感觉即便是跌 可是还是很贵 谁还是一般还是买不太 买不太下去 而且最近像日本是因为加重税 所以台湾最近也开始加重税 好像房屋税 像地价税 就在现在是即便买得起房子也缴不起税 所以变成说即便那个你要把房子过户给你小孩 小孩跟你讲说你可以先把税先缴清楚 不然你即使给我了 我将来还是缴不起税 可能还是必须把它卖掉 所以这个当然是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 不过我们重点不在那里 我们重点是如果你要了解一些实际状况的话 当然有的时候资讯最重要不是道听途说 很多时候你要去实证 因为网路上很多的讯息是假的 很多人也会相信 真的才是厉害的地方 所以有的时候的话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做一点事情 你就会比较踏实一点 不然的话你有时候好像都以为自己知道 但实际上很多人是真的是懂非懂 只知其异不知其恶 那实际上登录里面你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有个范例 就是从内政部的实际上登录服务网里面去下载一些东西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 免费的下载 那免费下载里面的话 它有很多期 那其中有一个是所谓Excel档案 那我已经帮各位有下载一个范例档 我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所谓的云端白板里面的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进阶 所以等一下也许后面还有一题是在进阶里面 各位可以找到那个实际上登录的这个范例题 那我范例是放在这边 这个是台北市的实际上登录 不过是之前下载的 那可能如果你要最新的自己再到内政部的官方网站去下载 那也是一样 利用它可以去做查询系统 也是可以让你很快的查出你想看到的东西 包含就是说哪一个地址 哪一条路上面 可能你想要的哪一条路上面 它最近的成交行情是多少 那如果说以前你不会做查询系统的话 那很麻烦 可是如果你会做查询系统的话 其实就可以把刚刚的程式码拿来修改一下 马上就有一个查询系统产生了 那怎么做 这个等一下我先预告一下 当然不是说只有实驾登录可以做 我刚刚讲过像你打一个关键制造开放资料 现在很多开放资料都有 所以像政府的开放资料 台北市有开放资料 像那个什么政府 其他还有像 像我有一些实际范例 台北市政府有多少 现在有两千多种的开放资料 那你可以从里面去找到 可能你想要找的资料 然后去做一些练习的动作 当然也有可能跟你业务有关系的 政府很多都有把它放在网络上面 提供民众去做查询的动作 当然它开放了 可是问题你也要懂得去使用 你如果不会使用它开放 对你来说也是没有影响 所以里面有太多两千多 两千多种 那其中你会发现它大部分的格式可能PDF CSV XML XLS 那其实其中 CSV 它就等同可以用那个Excel来开启 只是差别是它怎么样 它是一个类似表格的一个资料形态 中间帮你加豆点 OK 但是你用重文字也可以打得开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 但待会我们后续再来延伸性的了解 那再来刚刚讲的房呆有一二三三种 当然除了这三种之外可能还有别的 那你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其实你会发现 最关键的不外乎是逻辑判断 if then 跟end if 这个是一重逻辑 那如果两重就else 多重的话就加上elsif 这个在前一个阶段也有讲到 所以有些细节我想我就不再赘述 那接下来的话呢 其中就是这边有一个如何让城市可以回头 诶 城市如何回头 意思是说城市跑完了 可不可以让它跑回去 意思就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如果它无填写资料 那我们刚刚的做法是怎么样 请务必填写资料 对不对 那再来什么 这边原来写什么 is it sub 还记得吧 有没有 就是让它原来是什么 is it sub 刚刚过头了 防呆2在这里 原来是在这边写那个 is it sub 把它加大好了 再加个颜色 ok 这样够清楚了 就有同学问说老师 为什么你这上面这么多颜色 这颜色怎么来的呢 当然是我自己填上 我把它涂上去的 不然怎么来的 ok 是我把它填这么多种颜色 不然它怎么会 这么快就变成这颜色了 ok 但是也不全是这样 有部分我是用那个所谓的外挂 像那个 像比如说我填上城市 像这边 我分享给各位 比如说像 假设这边有sub 像这个 那比如说我假设好了 我把它贴到某一个地方 假设这边贴上 它是黑白 对不对 如果我要变彩色的话 可以选取它 这边有个外挂 那个外挂名称 叫Core Pretty Pretty里面有个什么 Format Selection 这个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 本来是黑白的东西 突然它怎么样 就帮我变成彩色 有没有看到 那我只要在做字型 再把它放大一点点 然后再其他 比如说这个头的部分 再把它加一个标题 让它看起来更大一点点 这样子的话 其实会节省很多时间 我只是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看起来会彩色一点 不然的话全部都黑黑白白的 其实看起来也会感觉 好像这里面没有太值得参考的 格式化 不过特别重要 这个是外挂程式 所以你会发现Google 它全美国第二大的公司 也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它在很久以前 我觉得蛮看好它的 它蛮妙的是 所有东西都免费 但是却可以最赚钱 最大的网络公司 所以其实这也是蛮妙的一点 它外挂 这边有个取得外挂 取得外挂 你也可以把那个外挂给挂进来 里面的话 你可以找那个quality 就我刚刚做的 其实这个文件就类似 微软的那个Microsoft office里面的word 那也就是说 在它的word 在它的文件里面 也可以写一点程式 其实它Google试算表里面 也有类似VBA的功能 只是它不叫VBA 它叫Google App App有没有 Script Script 就是JavaScript 那个Script 它的语义法很像JavaScript 也就是可以在它上面 还是可以撰写类似VBA的功能 只是在云端上面 那这部分 如果会的话 其实应该更棒了 以后可能甚至 你可以不用VBA 你可以用那个 不过目前还好是 使用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还是以VBA为主 不过未来 有没有可能放在云端上去跑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好 这个是额外跟各位做分享 那再来的话有关 如何让程式回头 其实关键一 把Is this sub 改成什么呢 Go to的叙述 后面加一个标签的名称 标签的名称 接下来呢 这个标签的名称 那可是你有标签的名称 你就要产生一个标签 所以标签在哪里 上面 OK 那标签的名称 跟标签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标签 指的就是有一个后面名称加上冒号 那意思就有点像是我一个定位点 我就定在那里 当这一行被执行的时候 他会跳到这一行 所以 可以让程式呢 任意的跑到任何一个位置 你可以往上跑 当然也可以往下跑 也可以跑到 程式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程式要如何转型 因为刚刚如果说 我直接让他跑完之后 如果他没有输入任何 如果空的话 按确定 他请输入 按确定没了 他变成怎么样 还要再按一下 他才会再跳出来 可是呢 这样好像不合理 你还要再让他按 你干脆呢 再让他跳出来一次 他如果再按确定 按确定 你就让他跳出来 反正直到他输入为止 对不对 就是反正你就按下去 你就是要给我输入点东西就对了 那怎么做 一 先进到程式里面 找到防呆二的位置 防呆二 防呆二 在这里 刚刚我应该在这边加一个防呆二 然后呢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叫做 go to 你可以打小写没关系 他会自动帮你改成大写 然后这个标签名称也许是re 这边好像是re ok 然后呢 跳到哪里呢 跳到我们要跳的位置 这一行的上面 我希望他跳到这里 所以你就给他一个re 第一 冒号 其实关键就是那个冒号 表示是一个标签 表示他可以从这边 跳回到这边 ok 那试试看好了 不过这个可能有都是用的时候 程式也不能乱用 不然 跳来跳去 跳来跳来 最后无穷回圈 永远跳不出来 那就麻烦了 ok 所以这个 你使用这个要确定你的逻辑是正确的 不然的话 可能会跑不出来 确定 有没有 他又跳出来 又跳出来 直到怎么样 反正你就一定给我输入资料 不然的话我不让你 我看他取消好像没办法 请务必输入 还是跳出来 就是你没办法取消 那 这有点尴尬 好 就一定要让他输入就对了 那 没办法 反正因为他点下去 他一定要输入 不然点这个干嘛 好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输入一些东西 即便他输入错误的好了 按确定 来查无资料 顶多我就告诉你说没有资料 按个确定 又回来了 对 不影响 也没什么事发生 好 所以这样的系统 感觉其实还蛮人性化的 123 即便是没有资料 还是可以查 好 所以补充一个如何让程式回头 另外的话呢 其实应该要补充一个就是如何让程式即便有错误呢 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也不会停住 像我们刚刚程式有错误 一定会出现什么 那个停在某一行上面 然后是黄色的字 告诉你说什么什么错误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不希望他停住 即便有错误呢 他也不告诉你 就有点像是 你吃了一些什么药吧 吃了一些类固醇 还是吃了 反正就吃了一些那种 让你身体即便有病痛 他也不会告诉你那种药 那在程式里面 你只要加一行 on resume on air l是错误的意思 on air 就是当有错误的时候呢 resigness 就是说resigness就是 什么也不要告诉我 就一直往下跑就对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像你刚刚 好了 比如说像这些 这几行展示这个我没写 这个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们程式哪边有 假设这个我没写 然后我就在这边写一个 on air e-r-r-o-r resigness 这个意思就是说无敌了 程式即便犯错 也不会告诉你 查无资料 但是会查无资 他还是会继续跑 只是会查无资料而已 好 还在什么地方 我看刚刚查无资料 啊 这个重复 像这个重复我如果把它关掉 注解一下 使程式变为注解 那比如说我一样 我再来执行他 小咪 小咪这边有 这边有的 那刚刚呢 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因为我已经把那个 我们房该的关掉了 所以应该刚刚是直接卡在某一行 可是现在因为我加了on air resigness 所以程式已经处于无敌的状态了 所谓无敌就是说 即便有犯错 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提醒 也不会停下来 按个确定 你看哦 程式没有任何状况 但是他会多一个工作表13 也还是小咪 这边怎么小咪也没东西 那可能我刚刚这个没办 反正他就是会自动帮你了 产生一个工作表 只差别是什么 没有把那个重新命名那一行 因为本来是重新命名那一行会卡住 但是他只是那一行错了 不管了 反正就下面继续执行完毕就对了 OK 所以呢 他就会帮你完成 但是也不会让你知道说错在哪里 所以这个写法 有好有坏 如果说你将来希望怎么样 你写出去的程式给客户端使用 不要让他觉得很奇怪 常常会什么 为什么你那个地方怎么又那个跳出什么 我们不知道东西出来的话 那你就加这一行吧 但是你也不能乱加 因为加了之后 错在哪里他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一般工程师 他会在什么时候加呢 可能在设计的时候他不会加 可是出去之前他就加一下 加这个人加个保险 反正将来即便错了 就错了就错了 反正也不会让使用者觉得 程式会整个荡掉那种风险出现 OK 所以这个要加的话 还是要有一点小心一点 所以这个大家提一下 就是如何让你的程式变无敌 他不会犯错就对了 好 那当然也不会乱加 那像有些工程师 他为了要自己方便 反正错了就错了 反正他就加了这个东西 使用者端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那什么时候会产生很严重的错误 就是这个一直onel reloomness 那可能很久以后才会知道了 那那时候什么时候呢 就是他已经离职的时候了 那谁去接烂摊子呢 就是后面的新人又继续接这个烂摊子 那后面新人呢 他接了之后呢 他才知道 怎么处处都onreloomness 其实他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又找很多地方没加了 全部给他加上去 暂时问题又解决了 然后呢 可能后面呢 没多久他就骑驴找马 又去找别的公司了 所以其实这也是反映一个 目前的软体设计的现况 因为价钱就被砍得太凶了 然后没有利润嘛 ok好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 如何自动取得蓝的位置 这个刚刚讲过 我刚刚就讲一个方法一 就是列而已 ok好 这应该有印象吧 列的部分 那如果蓝列都要变动的话 那你可以用R来取得 就是我们的最下面一列 C来取得最右边一蓝 最右边一蓝应该还有印象吧 cntr向右 然后取得它的column的属性 就知道最右边 不过它回来会是一个数字哦 那如果是一个数字的话 range后面呢 你就必须用sales给它 不然的话 因为如果你用range里面 用字串的话 它没有办法接受这个c 所以必须用什么 用sales的方式来叙述 从A1一直到sales的哪一列 最下面一列跟最右边一蓝 所以特别是哦 range还可以用第二种叙述方法 除了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我们比如说A1 A1 冒号L 比如2500 你还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就是用sales sales的话呢 你可以什么 A1就跟这个一样 有没有 A1 L2500 这个就是什么 L的话记得哦 L是多少 12嘛 对啊 那是蓝在后面 12 2500 在前面 那sales里面呢 只能够放数字而已 OK 所以哦 为什么这边用sales 因为我们追踪到的列跟蓝都是数字 你不能用这样的叙述 因为lo它不是数字 所以range有两种叙述方法 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然后方法三 你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叫 Current Regio Current Regio是自动帮你去追踪整个范围 不过方法三我觉得也不错啦 可能有偶尔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状况 我这个可以试试看 反正有三种方法可以试 这个所谓的Current Regio是A1 只要你A1的位置 它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有点像Ctrl Shift向右向下 就是你 或者是叫什么 应该叫什么Current Regio 目前的整个范围 所以你游标如果放在那个A1上面 延伸出去整个范围 有点像Ctrl Shift加END 也有可能类似这样 END的话就是整个范围 帮你整个选举 那Range它是一个连续的范围 只要它中间没有中段 它就会全部帮你选起来 所以第三种方法就是 用Current Regio延伸出 Current Regio应该叫什么 目前所延伸出去的一个什么范围 从哪边延伸 从A1 它只要是连续的范围 连续的A1 向右向下全部都有的这个范围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哪一种方法最好 反正自己可以再试试看 最重要是习惯的方法最好 我自己最习惯的是方法一 因为基本上不太需要太去背它 OK 那再来的话就有关共用方法 那什么叫共用方法 指的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不是只有查业务啊 那如果我今天要查什么 假如说我今天我们里面还有什么 除了业务之外 当然还有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 另外还有所谓数量 不过这个数量跟日期可能要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查比较复杂 那如果是文字的部分的话 如果我今天已经做好业务 那我如果还在重写的话可能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法我可以让他共用就好了 那所谓共用就是说我只要做一次全部通通都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你要变共用方法你可能要考虑几点 第一个你这个方法里面有没有重复的地方 有没有相同或不相同的地方 我们来看基本上我把它稍微复原一下 这边的话OK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刚筛选业务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叫筛选 所以这个把这个范围的东西 假如我借用它的话把它Ctrl C Ctrl V 但方法名称不能一样 Delete掉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 是可能会改变的 比如说不同栏的部分 像你会发现第一个 Field 如果我查别栏的话 假如说现在第三栏 如果产业别变第四栏 OK 然后如果是产品的话变第五栏 栏 位 你要查栏位名称 第二个可能会改变的是什么 它什么不一样 栏数 还有 可能这个名称吧 请务必输入 输入什么 请输入业务姓名 这个地方 这不能是业务姓名 可能是什么 产品别名称之类的 所以我们可以 假设我要把这个地方改成共用的话 第一个 特别重要 请使用者 使用的话 给我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名称 第二个是栏数 所以特别重要 那怎么传给我 请你在这个 瓜糊里面 小瓜糊里面 增加两个 引述 理论上我们引述的话 后面基本上是没有这个s string跟s integer 不过我是建议 你可以在引述后面加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名称 请你给我两个东西 那名称的话 最好让他知道说 这个名称到底要给我的是哪一种资料形态 那资料形态 其实前面少讲 不过如果将来你遇到的话 我建议 这边可以告诉他说 你要给我个字串 不然的话 你给我那个数字的话 我可能不能接受 蓝数的话 请你给我一个整数 s integer OK 类似像这样 在VBA里面 最常用的是string跟integer 整数 这个是整数 这个是字串 那他会给你一个名称 跟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在业务姓名的地方 请输入什么业务 那这个把它改成名称 所以你要把这个名称Ctrl C 然后把这边的话 把它改成什么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and and移到中间 再把它贴上 前后再加空白 意思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引述的资料 丢到这个中间 所以将来那个名称 如果你是业务 那就业务名称 如果是产业别 那就产业别名称 如果是产品 那就产品名称 那这样不就OK了 对 第二个蓝数 为什么要两个连接符号 切每一个连接符号 不要好 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连接符号 本来它是连在一起的 那因为我要把它切开 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 那你因为中间这个名称是一个变数 你可以把它当一个引述 引述其实类似一个变数 那你要放进来的话 前后一定都要有串接符号 那为了要跟前面这个自串接 这个开始一定要有个结束 这个有个结束 就必须再补给它一个开始 有没有 那这样才可以串 那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有没有 反正这个是单独了 有点像是一个房子 被切开来了 然后中间放个东西进去 OK 所以这个串接符号 也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稀松平常的 可是我发现好像对一般 比较不熟这些东西的同学是罩门 但是什么时候你会熟 反正做熟了你就会了 我的习惯是这样 反正你就记口诀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and and再移到中间 再把你要放的东西放进去 在前后再加 and前后都要空白就对了 如果你懒得记了 反正你就背口诀 这样子 无论放变数或放引数都很方便 然后再把懒数 放这个改变它 好 其他好像都不用改了 大概就改了两个地方 因为这个跟这个 对不对 可是如果将来别人要呼叫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共用方法 共用程序的话 它不会自己执行 以前我们是直接这个 就产生一个按钮 对不对 执行 如果你执行它 它不会动哦 什么时候会执行 记得哦 如果你后面有 有这个引数的话 你是变成要被呼叫的 那被谁呼叫呢 因为这个地方我底下有写 共用方法 被谁呼叫呢 我们就产生一二三四 好 总共四个 四个程序 因为这个我偷懒一下 直接怎么样 我把它写在下面 切上 一样是插入程序 筛选业务 call 筛选 有没有 用call的方法 去呼叫那个 那个什么 我们这个筛选的这个共用方法 请输入名 后面可能要再加一个 请输入业务名称 这个后面加一个名称好了 名称 请输入业务名称 业务名称 产业别名 OK好 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点 好 那这个时候应该知道吧 我要呼叫大家的话 已经是 产生一个筛选 名称跟上面不能一样 所以上面这个 可能我要把它先 怎么样 先删掉 如果你不想删掉 你就把它设一个注解 有没有 使程式变成注解 按右键这边有个编辑 就有个注解 这样的话呢 还可以保留下来 不要说因为你删掉 下一次要找 没有了 不过还好 云端上也有了 好 我只是把它当注解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产生那个筛选业务 就用call 给它业务 第几欄 好 啊其实呢 你也可以这样 call 筛选 有没有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喔 它也会跳出它的引数名称 有没有 名称倒数 s string 就是你要给我的文字 栏位 s integer 有没有很清楚 好 那我们来最后做 试试看好了 基本上也是设个中断点 好了 那我就分别产生四个按钮 所以一个做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变出四个出来 那四个的话 这个一样指定聚齐 筛选业务 这个没问题 按确定 那其他的话 我习惯是用复制 复制这个按钮 为什么复制按钮呢 因为你如果重新自己 再重新再用开发人员里面 表单控制项 去做出来的按钮 会大小不一 所以我习惯的是用那个 直接用复制贴上 那如果没有对齐的话 你可以按按钮凑键 选它上面有个格式 这边有个对齐嘛 靠左对齐 然后呢 垂直间距 对不对 它这边有个什么 垂直均分 诶 这个还蛮方便的 有没有看到 靠左对齐 垂直均分 它就可以帮你对齐 但是特别至于 这个功能 只有在Excel的2010之后才有 2007没有 OK 所以这功能呢 是新的 所以把它垂直均分一下 好 那其他的话就是 再把它按右键 比如说这个是产业别 那我就把这个名称 Ctrl-C一下 重新指定 我只要Ctrl-C 就把它重新贴上 然后再来 产品 所以一样的方法 Ctrl-C 然后把这个名称呢 改一下 然后再来就 再来 最后客户名称 好 这样完成 刚好 有同学在论坛里面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说老师 为什么这个地方 表单控制项有一个按钮 Active控制项也有个按钮 那为什么你不用下面这个 到底很简单哦 你看表单空间一拉 他就问你说你的Sub在哪里 可是呢 如果你用这个控制项哦 它就有点像表单 可不可以产生 可以 但是你要怎么去执行它呢 第一个请你点它两下 它会出现一个Command Button 所以你要怎么 你要去把它的Name改一下 把它的Caption改一下 再去撰写Click之后 要呼叫哪个程序 够麻烦吧 所以 很简单的事情 在这里就变复杂了 所以 不建议你这样做 想按钮 可是你说老师 那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示范 我一定要做一个Active控制项出来 可以啦 只是我偷懒一下 因为要打很多个字 如果他真的要 你想说我真的一定要做 没关系 你就把它点它两下 第一个 把它的Caption 改成筛选业务 对不对 第二的话呢 当这个Command Button1 被Click的时候 一样怎么样 去call什么 call这个我们的哪一个 call这个筛选业务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 call筛选业务 当他click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事件 去做这件事情 OK 那等于是有点是一层 又一层的 好 做完了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也是这样 你点它 我们先 先看第一个问题 筛选 跳过来 没有 他就会传过来什么东西呢 业务 3 有没有 这个就引住了 就是你瓜糊里面 传过来给你 你就接到了 那一样 会请输业务姓名 如果我今天找那个什么 找英雄好了 底下没有按确定 好 底下我拉拉 球跑 好 英雄出现 好 OK 那其他也是这样 产业别了 这个我想 应该没什么问题 他这个等于是说 我只是 过来 然后 请输入什么 有没有 产业别名称 那我是金融业 按个确定 按个确定 这个都一样 金融业产生了 没有问题 其他都差不多了 再来最后呢 这个 跟这个 长得好像 看得出来吗 好像看不出来 那用起来 有没有不一样 按下他 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这边的射中段点 其实用起来 如果不说的话 我再输入是 也是英雄好了 反正就删掉旧的 也是一样 英雄又好了 所以基本上 这个跟这个 没什么差别 如果你不说 没人感觉出来 不过还是可以感觉出来 你会把他按下去 有没有 他比较立体 对不对 按下他 他没有那么立体 不过好像 不说 没有人感觉出来 可是他的撰写方式 比较麻烦一些些 像你现在要去 重新设计他的话 还颇麻烦的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我们刚刚主要就是讲到 如何 几个 让程式回头 取得列 跟共用方法 好来 方便先方便各位一下 那顺便有带到 那个有关就是 表单 控制项 跟 Active的控制项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都用 表单控制项的原因 就是简便 所以真的 那你如果想要复杂一点 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 就是第一个就是click事件 你要去处理 然后caption 你就自己再去做 其实差异性 只是我是觉得 就是Active的控制项 他来用按钮 会比较麻烦 然后